那个兄弟 我听小米粒说 你对旅行挺在喊的 不吹嘘的讲 从季孝毕业到现在 我一直都在旅游 那这些年你没干啥正养事 不是 我本身从事就是导游这个行业 所以一直在旅游 那恭喜你 我现在成为了你的上帝 怎么说呢 成为了你的客户 现在这位上帝 想听听你的旅游计划 行啊 小米粒我就说说你的旅游计划 说说说 我为你制定的 那就是豪华泰国七日游 那里水清沙白 那里碧水蓝天 那里的人民很热情 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尤其是那句沙瓦迪卡 更是快智人口 所以说我们第一站 一定要选择泰国的首都 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曼谷 哎 曼谷好啊 我就是曼谷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说什么谷 曼谷啊 我这也是吧 生活节奏比较快 不想去曼那地方顾溜 不是 我说这曼谷它是个城 那你说什么城市节奏快 农家院 上菜可快了 这两个地方没有可比性 怎么就没有可比性呢 你看你们去曼谷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一览无余的原始森林 去农家院 可以看一望无际的报名地 不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各种的佛教寺院 去农家院 可以拜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庙 去曼谷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 亲自骑骑真正的大象 去农家院 我可以带你去骑足 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么现在此刻 我特别的想作一首诗 曼谷丛林树围绕 大象猴子少不了 碧海蓝天成一线 你应该叫王小剑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我也给农家院做首诗 青山碧水绿悠悠 微风掠过小河沟 小猪小猪快快跑 纯纯马上就到了 小米天成到底谁呢是 我让你夺嘴吗 你该回家 我没夺嘴 这女友和女友之间